好冷的冰激凌山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嘎嘎的加入 奶泡泡和菠菜都走得特别的带劲 在嘎嘎的带领下 它们没走多久 竟然就走到了冰激凌山的山脚下 菠菜和奶泡泡都觉得特别的激动 这座远远的山 真的就在眼前了 从山下往山上看 才觉得这座山真的是好高大呀 高大的连两个小盒子抬起头 怎么也看不到山顶了 更奇妙的是 这座冰激凌山真的飘着冰激凌的气味 香香的甜甜的 一会儿是香草的味道 一会儿是草莓的味道 再深深的吸一口气 又变成了巧克力的味道了 菠菜偷偷地看奶泡泡 你看 它果然又在拼命地咽口水了 怎么 想吃 能吃吗 嘎嘎嘎在一片大笑起来 奶泡泡 奶泡泡 你不是刚刚才吃饱吗 怎么又要吃了 当心有毒哦 到了冰激凌山 你们可一定要小心 小心 再小心 奶泡泡咽了一口口水 心里老大不乐意 他往冰激凌山上走过去 之前 这山上不但到处都是厚厚的冰激凌 而且还插满了各种五颜六色的水果和巧克力棒棒 看起来比他吃过所有的冰激凌都要好吃 奶泡泡心里想 要是我能一个人自己来的话就好了 我一定要躺在山上吃个够 说不定能把整座冰激凌山都给吃了 奶泡泡这边正在发馋 嘎嘎却已经从自己包里拿出了一根拐杖 你们两个男的要不要拐杖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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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我们就出发吧 说完 嘎嘎就拐杖大踏步的上山了 菠菜和奶泡泡当然也不能落后了 连忙跟着就往山上走 刚刚走到冰激凌山下的时候 两个小盒子 光鼓着高兴和流口水了 都没感觉冷 可是真的开始往山上爬了 才发现这冰激凌山 还真是冷啊 还真是冷啊 前几天靠近冰激凌山的时候 他们只是觉得冷风嗖嗖的吹 没想到到了山上反而没有风了 这是为什么呀 原来啊 这冰激凌山太冷太冷了 冷得连风都冻住了 奶泡泡从来没来过这么冷的地方 她又开始害怕了 连风都能冻住 那冻住她奶泡泡不是太容易了吗 要是走着走着走着给冻住了 那可怎么办呢 奶泡泡忍不住想对菠菜说真是太冷了 可是没想到她一张开嘴 却再也合不拢了 就这么嗷嗷的张着 一动也动不了了 糟糕 奶泡泡的嘴巴给冻住了 这奶泡泡吓坏了 她赶紧跑到了菠菜身边撞撞她 菠菜正低着头往前赶 突然感觉到奶泡泡在撞她 回头一看吓了一跳 看见奶泡泡 张着嘴 嘴皮子却一动也不动 这眼珠子倒是着急的滴溜乱转呢 菠菜觉得好奇怪 就想问奶泡泡你怎么了 结果她一张嘴 也把自己给吓着了 因为声音没有发出来自己的嘴巴 也给冻住了 这下菠菜知道奶泡泡是怎么回事了 他们俩就这样张着嘴 就像两条离开了水里的大鲸鱼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菠菜抬头往山上看 只看到嘎嘎拐着拐杖 一路的往上爬 有时候也会不小心摔倒 走得歪歪斜斜的 可是她好像一点都不怕冷 他们俩想叫住嘎嘎 可是嘴巴却动不了 真是急坏了 奶泡泡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菠菜忽然想到 刚才在山下 他们还是有说有笑的 要是他们再回到山下 是不是就好了呢 菠菜想到这儿 马上就开始往下滑 刚滑到山下 嘴巴里就跑出了一句 你怎么了 这不是她刚才在山上 想跟奶泡泡说的话吗 菠菜的嘴巴解冻了 而且还把她第一时间 刚才没说完的话 也给解冻了 菠菜赶紧朝山上喊 奶泡泡 你快下来 下来 可是奶泡泡在山上 只是很奇怪的看着她 却好像完全听不见她的声音 不知道她在喊什么 这下菠菜明白了 奶泡泡不但嘴巴给冻住了 连耳朵也冻住了 菠菜想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就开始朝奶泡泡用力的挥手 这下奶泡泡总算看懂了 她也跟着滑下来 一出来就脱口而出 这里好冷啊 我受不了了 奶泡泡说完这句话 就惊讶地摸了摸自己的小嘴 菠菜笑着说 这句话是不是你刚才在山上的时候 想跟我说的 是 可是我刚才想说就冻住了 没想到一下上就说出来了 真好玩 好像刚才在山上用录音机把自己想说的话给露下来 现在一下子就能放出来了 菠菜一脸严肃地看着眼前的冰激凌山 还好玩呢 我们一上山就冻住了嘴 再走下去整个人都会冻住的 这可怎么办呢 看来这冰激凌山还真不好爬呀 两个小盒子这下可发愁了 他们能想出办法来爬过这座冰冷的大山吗 小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也很想知道呢 记得明天一定要听哦 高 alto 篡篡 来送我们的朋友吧 夜 hearing the stories corps 空都关です 哇 漂亮 不用可是 有一个盒子 很有意思 多多传艺 有些惊喜 打开盒子 很多点子 抛起棒棒 红色顺影视